综合美国政治新闻网纽约邮报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21日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称阳性后 在当天晚些时候的记者会上 白宫新冠疫情协调员阿什甲说 我不认为我们知道拜登的感染来源 随后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称 这无关紧要 纽约邮报说 让皮埃尔的这一回应让现场记者大吃一惊 有记者当场反问 这怎么可能无关紧要 据白宫此前发布的消息 拜登在当地时间20日晚上出现症状 21日上午新冠病毒检测结果称阳性 纽约邮报称 阿什甲和让皮埃尔当地时间21日晚些时候主持记者会 在会上有记者问 总统到底是在哪里被感染的 阿什甲对此回答 我不认为我们知道 接着让皮埃尔站上讲台并说 听着我认为这无关紧要对吗 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为这一时刻做了准备 纽约邮报称 让皮埃尔的回答让参会记者大吃一惊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杰夫 泽莱尼反问道 你说他从哪里感染的无关紧要 但是他从哪里感染怎么可能无关紧要呢 他说 这当然涉及接触者追踪 本届政府此前对于这一问题非常重视 这怎么可能不重要 针对记者的追问 让皮埃尔回应称 我想说的是 我们所处的当下这一时刻才是重要的 即我们正在谈论总统及他接受的治疗 他的感受 以及他如何继续为美国公众利益工作的这个时刻 针对拜登新冠病毒检测 称阳性后的白宫一系列表态 政治新闻网评论说 白宫正在试图淡化疫情 报道还称 不过现在美国感染新冠的住院人数急剧上升 很少有城市遵循指导意见 要求民众在室内戴口罩 在这种情况下 有专家就此提出疑问 认为白宫有可能错过了 让公众重新关注 重视疫情的机会 宾夕法尼亚大学学者伊齐基尔·伊曼纽尔告诉该媒体 他们需要在佩戴口罩方面实施进一步措施 很明显 一名检测结果为阴性的人 与他接触并导致他感染 他的传染性更强 他没关注 感谢观看